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的全球 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叶思敏 两岸大事国际政经军事脉动 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节目一开始欢迎嘉宾参与讨论 首先欢迎陈立伟 孙大千委员 大家好 台大政治系教授佐振东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静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持续来看到这一场俄乌战争 俄罗斯持续地对乌克兰进行非常猛烈的攻势 持续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最新说的说法 9月3号他说 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到了乌克兰中部城市 波尔塔瓦的一所教育机构 当中还包括了一家医院 现在是已经造成51人死亡 271个人因此而受伤 是今年俄乌战争当中最惨重的一次伤亡了 再来看到俄罗斯方面又说了什么 军方消息指出 俄军当天确实对着乌克兰的波尔 塔瓦的乌军军事训练中心实施了打击 一共是造成300多名是来自于乌方的武装人员 都因此伤亡 这当中也包括了外国的军事的教官 至于击中乌方军事设施的 则是两枚伊斯坎德尔M的导弹 我们看到在波兰的部分外长说了一些话 他先前曾经表示说 北约国家有责任拦截境外俄罗斯的导弹 但是他这一回又再度语出惊人了 这次他说的是俄乌战争 他认为有可能持续到十年这么久的一个时间 而中国大陆是唯一目前能够迫使这场战争 结束的国家 针对这一席发言 委员怎么解读 其实波兰跟俄罗斯之间 长久以来就存在着很深的历史的恩怨情仇 那么波兰过去被受到了苏联很大的威胁 那么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其实波兰对于俄罗斯的西阔这件事情 他一直都是非常的警觉 而且是非常的反弹 甚至某种程度来说 我相信波兰他就是希望俄罗斯被压缩在欧洲的一个偏远的一角 然后才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威胁 所以如果大家看地理位置 俄罗斯跟乌克兰就大概就是一个存亡齿寒的关系 如果今天俄罗斯的势力能够推到乌克兰 接下来就推到了波兰 所以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其实波兰对于俄罗斯的敌意一直都是很强的 而且波兰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乌克兰提供各式各样的援助 甚至波兰接纳了这个广大的难民 波兰又成为了美国跟北约国家援助 乌克兰最重要的一个管道跟这个后勤补给的地方 所以乌克兰这次等于是彻底的撩落去 就是彻底的把这个头都洗下去了 那么对波兰来讲 当然他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生存的一个关键时刻 但是某种程度来讲 他这一次这个义无反顾的 把全部的筹码都一次下下去了 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玩火的行为 就是因为如果真的这个战事扩大 那么首当其冲的绝对不会打到其他的国家 波兰绝对是首当其冲的国家 讲得更难听点 如果俄罗斯打乌西的飞弹 打偏歪了一点 就打到波兰去了 所以呢 波兰这种玩火的行为 其实坦白讲是很冒险的 所以你会看到波兰对于这场战事 他是那个很矛盾的一个心情 一方面呢 他用很强硬的态度说 北约国家有责任去拦截境外俄罗斯的导弹 那你就去拦截看看吧 对不对 你不要出张嘴啊 你就试试看 不要只出一张嘴 你拦截看看 第一难不拦截得到 这是一回事 第二如果你真的拦截了 你真的摄入了 你会有什么后果 你敢不敢承担呢 就是这个波兰其实在这场战役里头 这种出一张嘴的事情 已经干了很多次了 就是这两年来 波兰的狠话没有少放过 那你说他把中国大陆拉进来 这件更好笑的事情 因为波兰自己应该就很清楚 这场战役能够让他停止下来的 只有美国 这场战争会打到现在就是美国 美国如果今天不是为了要 把这场战争不断的延续下去 他就不会允许 这个乌克兰或者是 这个跟北约默许 乌克兰入侵这个俄罗斯的库斯克州了 所以你说 我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说 俄罗斯持续的对乌克兰进行猛攻 然后伤亡很惨重 那这不是你泽伦斯基害的吗 这不是你泽伦斯基原本的什么胜利计划 然后自己沾沾自喜 说好了不起攻进了库斯克州 早就提醒你 你干了这件事情 会遭受到很大的报复 会伤亡非常惨重 你当时不听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俄乌战争真正能够叫停的 不是中国大陆 能够叫停的是美国 美国要不要认赔 或者美国要不要暂时 先画下一个休止符 不要这个中战 至少停战总可以吧 那么如果今天 美国仍然持续的想让俄乌战争 无穷无尽的打下去 不断的在进行加码 默许乌克兰进入库斯克州 甚至可能会进步的默许乌克兰 使用更长城的攻击武器 去攻击俄罗斯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们马上就要面临一个 完全无法预知的 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了 所以我不止一次的强调 现在世界和平 不是握在美国的手上了 现在世界和平 居然是握在普丁的手上 看他能够忍耐到什么时刻了 我为了我家小孩 我每天都希望普丁 忍耐力能够强一点 千万不要莫名其妙 去做了一些太冲动的事情 他现在把中国大陆拉进来 不过就是想将中国大陆一军 中国大陆怎么停战 中国大陆叫 折罗斯尼会听吗 中国大陆叫美国说 够了不要再玩了 美国会买单吗 这不可能的事情 好 我原来刚刚除了帮我们 看到波兰角色 也请委员来帮我们看一下 北约的角色 因为两个都是援助于 乌克兰的这个方面 那其实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他也说了 这一次乌军去侵略在俄国的 这个库尔斯克 是北约原本就知情的 那北约后来就是赶紧出来灭火 说我们不会成为 俄乌冲突的一部分 现在怎么突然间 又突然间说这样子的话 是赶紧为自己灭火吗 大前委员又怎么解读 我看到北约这个谈话 我心中只有一个感触 这就是一种标准的懦夫 闹种的行为 就敢做不敢当的这个行为 你明明就高度涉入俄乌战争 那你没涉入俄乌战争 乌克兰能够打到现在 他的军事装备从哪来的 不是从你那里来的吗 乌克兰今天有多少北约的 这个军事人员在担任教官 在进行训练 甚至搞不好还有北约的士兵 担任佣兵的角色 这些东西不都是你北约介入的吗 如果你北约没有默许 乌克兰有这个胆子感 入侵库斯克州吗 这些东西完全就是 北约在背后操作的 你要乌克兰在前线牺牲奉献 然后你让乌克兰的民众 去替你牺牲 去替你打击俄罗斯 然后你还要两手干干净净的 一副站在旁边 好像是路人甲 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不是一个标准的 懦夫跟闹种的行为吗 敢做你就敢当嘛 你明明就已经做了 而且你做了很久了 你为什么不敢大声地说出来呢 的确就是我 俄罗斯你要怎样 完全不敢讲 这就是反映出来 北约长起来的态度 他长起来躲在了 美国所组成的 这个保全公司背后 希望借着美国的保护 然后在那里耀武扬威 以为世事美国都会出头 可是现在看起来 这场战争打到又失控的状态了 那么如果美国不小心 是川普选上了 北约自己又要开始担忧说 他自己要去面对俄罗斯 自己要去处理欧洲的问题了 北约又退缩了 这就是北约长起来的态度 所以有的时候 不要说川普骂北约骂的 没有道理 他其实骂的还挺有道理的 你不要以为交给了 美国保护费之后 你自己就不需要 做任何的准备 那么现在你在这个 俄乌战争里头 你明明就支出了这么多 去援助了乌克兰 你现在又想要退缩 又想要把自己撇清 这样的做法 其实很让人不齿 也让人完全看不起了 好乌克兰现在其实是 面临内忧外患 外患的部分 我们看到非常多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战争 内部最近 也有其他的隐忧 是他们的高层职务 现在开始出现了大震荡 有几位人士 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 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说乌克兰 首先负责武器生产的部长 9月3号辞职了 那他可能 接下来会转任的是国防职位 那这当中 包括有五位部长 都是被解职的 注意是被解职的 好当中画面上 我们看到 泱泱沙沙这么多位 副总理司法环境 重新整合部长都是 内阁目前三分之一 竟然都是悬空的 到底这些内部的问题 职务的异动 是有更好的人选 还是现在因为战情 真的很吃紧 还是有其他真正的原因 周老师怎么看 好除了刚才主持人 提到的这些人之外 最新的消息是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 也辞职了 那这个库勒巴 一直是除了 泱伦斯基之外 国际媒体最熟悉的 一个乌克兰官方的面孔 那为什么他们要辞职呢 基本上来讲 泱伦斯基已经预告了 就是说他在未来 一周之内会把他的内阁 进行大幅度的改组 那估计会有超过 50%的官员 内阁官员会离职 那当然他很快 也会任命新的 那当然就是主要的 这样子的想法 其实在今年年初 就已经出现了 主要的第一个 当然就是认为说 在去年 时机最好的时候 他没有成功的 大幅度的 这个反攻 所以呢 去年的战果 其实不好 所以他首先换了 他的这个 国防军司令 那当然之后 现在所要面临的 一个问题是说 他怎么样从政 西方国家 对他的信心 那当然我们看到 就是说 他提出来 过去没有成功 反攻的几个原因 包括内部的整合 武器的这个供应 以及其他方面 这个人力的掉拨 那这些 其实不管是 物资人力的掉拨 以及这个武器的 供应这些部分 当然他需要通过 内部的这个 内阁的调整 但我们也看到 他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摆在他的面前 包括什么呢 包括他的债务重整 就在这几天呢 乌克兰刚刚宣布 成功的就是 去延展他的这个 国际债券市场的 这个债务 那在这个里头 当然他的这些债务 债主呢 同意就是把他 这个债务的面额呢 降低三成 但是他们也取得了 新的债务 那这个新的债务 等于是用新债还旧债 可是呢 未来这一笔款子 要怎么偿付 当然他说 这个有一些利息 是马上要支付 但有一些可能是 几年以后才开始 支付利息 可是这个只是 他所有债务的15% 他还有非常多的债务 在明年陆续 都要进行这个偿付 所以这些问题 他当然需要一个 让西方国家 放心的面孔 另外一个就是 他跟欧盟 缔结了一个新的 安全合作的 这个协定 那这个 这个当然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 新兴的提振 包括他要进入 这个所谓 加入欧盟的 这样子的一个 程序的讨论 但他怎么样 能够端出一个 新的内阁名单 来让大家认为说 他可以打赢这场战争 或者他能够度过 这场战争 带来的一个 经济的危机 所以因为这个是 泽伦斯基在 这个欧战争以来 第一次的 大幅内阁调整 所以这里头 很显然就是 如何唤醒对方 这个西方国家的信心 是关键的 而泽伦斯基也预告 他在9月 前往美国访问的时候 他要带去一个 胜利的方案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 新内阁最重要的任务 好 乌克兰内部进行 包括载务 物资 人力 武器 甚至加入欧盟等等 议题都在重新做整合 这当时我们特别 再来进一步挖身 他的武器方面 做了哪一些的努力 乌克兰不断的呼吁 他的西方盟友 说你赶快让我 使用西方武器 我们直接打俄罗斯领土 进行比较深入的打击吧 那目前呢 比较有表态一点的是美国 美国已经达成协议 会向乌克兰提供的 射程比较深入 俄罗斯的一个远端 巡航导弹 但是还是等上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拿到 根据了解的是 技术的问题 还需要再提升 那俄罗斯的方面 也在提升他自己的武器 现在紧急采购的是一整批 是摩托车 我们看到画面上 这款车是由俄罗斯当地的 本土公司叫Racer 公司所贩售的 叫做黑豹的这款拉力车 好 我们看到这个 美国针对乌克兰提供的武器 是不是以拖待变 刚刚说了嘛 要等到数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拿到 那俄罗斯呢 为什么要把武器 换成小摩托车的这个小组 这是什么战术 张静老师 一般上来讲的话 军事观察家都在讲说 这个有关这些 所谓轻快的摩托车 而且它的酬载量比较低的话 应该是说 这个也就是破坏性的侦查群 它叫Sabotage Reconnaissance Group 或者说深入侦查群 他们应该用的 那种是一种速进速攻火力投射 然后迅速脱离 然后主要目的是在特定的这个节点上杀伤有声战力 换言之也就是说 它假如要把这个是变成正式的部队的话 因为你现在只有看到硬体的装备 那你也要想办法就是说 能够有适当的战事 已经熟悉的人 很快的能够上手 而且能够携带武器 我觉得就是光是从这次的采购案 然后立刻就是推估 它会去产生什么 我觉得这个里头很可能会经过 就是说没有经过事实验证的假设 我们就会到了最后变成一些异想 但是整体上 这个我要呼应一下大千刚才所讲的 就是说你北约跟欧盟 你到底心中打的什么样的传盘 我们一个战争 这个一股作气 那个再就是衰竭 然后第三就没有用了 你现在是兵力就是逐次的投入 然后就像这种叫做peace meal 慢慢慢慢一点点的喂 你没有决心要这个一股作气 把这个战争解决 那这样子的话 几乎就是在临持 这个就是乌克兰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在那边逐次逐次的 被你的这样子的消耗掉 那也就是说 其实对于这个北约 即使这些国家 他们本身没有被这个战火所迫及 也看得出来 他们的政治领导阶层 其实并没有决心 希望短暂而且要非常的快刀斩乱 把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谁能够去展现他政治的意志 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意志的搏斗 这个到目前看来的话 就是说他们原先确实有很可能 大量的物资汇集 然后一鼓作气去击败恶军 但是当这个时机过了之后 他再来恐怕这个机会 就越来越不乐观了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